所以不能思不能意 这个不可思议这句话妙极了 那我们不能开悟 原因在那里常常用脑筋去想 坏了 越想越错 佛讲的道理你能想吗 他从自信里流的 自信没有通过意识 我们今天用意识去了解经义 全都解错了 问题在这里 中门真正开悟的人 你看求老师给他印证 老师有没有给他讲 不讲 蛇身 其心动念分别支柱都断了 那一想不就读起来了 不能说一说也读起来了 中门的考试常常笔划笔划 一心一心 你心里知道 我心里知道 行吗 问题就解决了 叫以心应信 绝对不在言语文字 与言语文字不相干了 业务一切无 全都通了 不但释述 释迦摩尼佛49年所讲的 精通了 释出世间 一切法也都通了 为什么 它是自信变的 你见了心 你怎么能不知道 然后你再想等 这放下多重要啊 不肯放下 慢慢来 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坚信 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坚信 你这一生不能放下 来生再说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肯定这个道理 你相信这个道理 你能不放下吗 叫你放下 统统叫做烦恼啊 起心动念叫无名烦恼 分别叫沉沙烦恼 执着叫见识烦恼 啊 总名称叫烦恼啊 你先一动念去想 烦恼 生烦恼了 一开口说话 生烦恼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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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